在当下的社会,婚外情,搞外遇,出轨,小三,这几个关键词大家再熟悉不过了,而且这种现象也时有发生,已经是社会的常态了,甚至网上都有虚拟夫妻。 男人总是感觉别人的老婆好,看着别人的老婆,怎么看怎么觉得有魅力,对自己家的老婆却不会有多少感觉。 夫妻两人结婚之前,男人对待爱人那可是全心全意的,觉得自己的爱人是最有魅力的,把老婆追到手后,那可是满足得很,感觉生活充满色彩。 可是,两人结婚很久后,男人却总觉得别人家的老婆最有魅力,到底怎么回事呢?我们总结出了以下几点。 第一,男人追求新鲜感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求意心理,所以对于新鲜事物都是比较向往的。 男人在这方面亦是如此,结婚之前,追老婆的过程中,那可是新鲜感十足,憧憬十足,满怀激情。 男人的求胜心理特别强,追到手之后,可以说是非常满足。 然而时间久了,男人的以往的激情也就消遣了不少。 看着别人的老婆,总觉得新鲜,那脸蛋,那身材,那声音,让男人充满遐想。 老是惦记,总想体验一下,所以男人就想追求别人家的老婆。 第二,感觉别人家的老婆比自己家的要漂亮很多。 很多男人老是感觉别人家的老婆都好漂亮呀,好有魅力,很羡慕其他男人,感觉自己的老婆没有魅力,甚至有些后悔娶了自己的老婆。 其实男人产生了这种心理是因为,男人都是在外面才见到的别人家的老婆。 别人家老婆出门在外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言行举止都充满气质与魅力,尽量以最好的一面世人。 而男人自己家的老婆,她任何状态,男人都见过,天天见,老婆在家里一直是素颜,没有打扮,晚上和早餐穿着蓬蓬松松睡衣,披着头发比较随意,所以男人就感觉别人家的老婆漂亮。 其实呢,自己的老婆在外也是精心打扮的。 第三,男人总想体会新的美妙。 结婚之前,男人与老婆恋爱的时候,每天打个招呼,发个信息,相互靠在一起说个悄悄话,互相写封情书,晚上发微信聊到深夜等等。 男人感觉特别愉快,甜蜜,幸福,觉得与爱人在一起,此生无憾,整个人生都充满色彩。 然而,结婚很久之后,男人越来越感觉生活没有最初色彩了,感觉不到那种最初的美好与甜蜜,还有诱惑,好久没有怦然心动了。 所以,男人非常向往那种感觉,想要再来一次,于是就对别的女人产生了遐想。 第四,男人追求刺激感。 其实,我们大家几乎都是很喜欢追求刺激的,那会让我们感到很愉悦,很爽。 男人在这方面也是这样,男人在追自己老婆的时候,也是感到很享受的,可是已经得到了就没什么刺激了。 所以,男人进行婚外情的时候,那偷心的过程是非常刺激的。 别人的老婆不方便得到,还得偷偷摸摸的,怕被其他人发现。 总之,冒着风险,再加上别人家老婆带来的诱惑,那么每一次的偷心,男人都是非常享受的。 不过,男人们可要注意了,简单的想想就行了,不要去搞婚外情,要知道你和你老婆还是要相守终生的。